以斯拉记 第一章 波斯王古列元年 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灵 使他通令全国传达文告说 波斯王古列这样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 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宇 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 愿神与他同在的 都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 建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殿 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神 所有渔民 无论寄居在什么地方 那地方的人都要用金 银 财物 牲畜帮助他 也要为在耶路撒冷神的殿 献上甘心的礼物 于是 犹大和宾亚敏的组长 祭司 利未仁 和所有被神激动了心灵的人 都起来要上去 重建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殿 他们四围的人都用银器 金子 财物 牲畜 和珍贵的礼物协助他们 另外 还有各种甘心奉献的礼物 古列王把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拿出来 就是从前尼布贾尼萨 从耶路撒冷拿来放在自己的神庙里的 波斯王古列命令司库官 米提利达 把这些器皿拿出来 暗数交给犹大的领袖 摄巴萨 器皿的数目是 金盘三十个 银盘一千个 刀二十九把 金碗三十个 次等银碗四百一十个 其他的器皿一千件 全部的金银器皿 共有五千四百件 被掳的人 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摄巴萨把这一切器皿都带上去